张柏芝又晒于两个儿子合影,长子Lukas比妈妈高半个头。 2月9日,张柏芝从早上8点多开始,就在现实动态中接连刷屏,分享了若干段亲子时光短片。张柏芝认为, 早上的亲子时光对于小朋友来说,十分珍贵。 她先是通过各种方式叫翠子Quindus起床,然后再给儿子递上一瓶水,好妈妈力十足。 10岁的小Q被妈妈从被窝墙拉出来,也没有起床起,和妈妈互动超融洽。 享受完美美的午餐之后,张柏芝带着两个儿子一起去游乐场玩赛车。 还P.O.出一张大合影,合影中除了张柏芝和两个儿子之外。 弟弟张豪龙和女儿也在场,合影中未见老三Marcus。 相比是Marcus还太小,不适合这种游乐场景。 张柏芝站在Lukas和Quindus中间,一手扭着一个儿子。 不满14岁的Lukas最近长得超快衣,已经比妈妈高出半个头。 四子Quindus今年11岁,看起来就环是一副小鸟一人的儿童模样。 Lukas和Quindus开心玩赛车,摆着在一边加油助威,还配上姐说。 看,我的两个儿子,言语中充满自豪和满足。 相对来说,11岁的Quindus一直是妈妈的超级粉丝和配角,每次摆只拍摄动态的时候。 他都会十分配合,偶尔还会摆出一些鬼脸pose。 早前摆只受访时就透露,小Q每天早上都会对他说,妈妈。 我爱你,我永远爱你,令张摆只十分感动。 Lukas和弟弟相反,他正直青春期,有些叛逆。 而且性格也比较内敛,面对张摆只的镜头时,经常会害羞当脸。 最近一段时间,张摆只正在紧锣密鼓地参加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第二季的录制。 虽然摆只同样也很用功和努力,但在舞台上,他的唱功和舞蹈能力都占下风,多次被潮化水。 不过,他还是凭借高颜值和讨喜的个性,赢得了不少观众的喜爱,排名也很靠前。 又是排练,又是录节目,还要照顾三个儿子,但张摆只还是挤出时间为某品牌拍摄了一组海报。 海报中的他更是气场全开,妥妥的逆临女神。 前不久,张摆只在和姐姐们吃火锅聊天时,谈到自我、伴侣、孩子。 父母如何排序的话题,张摆只称,他会把自我放在第一位。 孩子第二位,父母第三位,伴侣则是最不重要的。 他解释说,如果自己都不清楚自己,就不能保护他最爱的小孩和家人,因此他把自我放在了第一位。 说到伴侣时,更是满脸嫌弃,谁管他。 身边姐妹们哄堂大笑,想必。 白芝有这样的想法,是受到当年与谢霆锋失败婚姻的影响。 现在的张摆只有三个帅气优秀的儿子陪伴,生活不会孤单寂寞。 事业更是顺风顺水,各种通告街道手软,经济实力雄厚。 姐就是女王,自信防光芒,好像唱的就是张摆只呢。 2.40岁的张摆只少女感爆棚,真是太美了。 网友,这哪像三个孩子的妈妈。 近日,正在热播的,乘风破浪的姐姐2吸引了许多观众的眼球。 主要是里面的美女太多了,看起来非常的养眼。 在,浪姐1中。 主要是30岁出头的姐姐们占据主导,而到了,浪姐2中。 最吸引人的,话题度最多的就是40岁以上的姐姐们了。 比如说张摆只那是真不怕冷牙,大冬天的就穿了一件粉白相间的外套,衣领敞开,下面还光着腿只穿了一条短裤。 而只比他大一岁的董璇则老老实实的穿着长款羽绒服,和张摆只同岁的董杰也是一身皮衣长裤。 说到,浪姐2特别神奇的一点,就是最有少女感的不是最年轻的那几个女明星,焦点反而集中在40多岁的姐姐身上。 比如说歌声甜美,说话温柔的杨绿莹,她穿着一身荷叶边的嫩黄色毛衣。 像个小女孩一样欢呼雀跃,看起来连30岁都不到。 既可爱又性感的张摆只,穿着靓丽,少女感爆棚。 以至于很多网友都说,这哪里像三个孩子的妈妈呀。 还有不争不抢的董杰,利落的丸子头,笑起来清纯可爱。 给人一种沐浴穿风的感觉,就好像雪山上的冰雪融化一样。 虽然,浪姐一是30多岁的姐姐们战绩主导。 但是在,浪姐二中却是40多岁的姐姐们的天下。 那么小编想请问大家, 为什么成熟的女明星会更吸引观众呢? 欢迎小伙伴们留言评论,谢谢。 三幼年孤苦,24岁出演黄蓉走红,26岁自杀由刘德华,梁朝伟福官。 要说七八十年代的艺人们,他们不仅在长相上很是出众,而且在身材上也是非常的好。 更是有很多的艺人都已经成为了大众心目中的男神女神。 但是,要说这些男神女神。 他们也已经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到了中年时期。 但是,有一位艺人她的生命确定合在了她26岁那一年。 要说当时的话, 她可是火遍了整个香港,可是她却在事业的巅峰时期。 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,这个女子就是黄蓉翁美玲。 01 翁美玲是香港人,父亲是海军军官,但是在当时翁美玲的母亲只是一位不被她父亲家里接受的妾。 而翁美玲也自然有了私生女的身份,这也让她感到很没有归属感和安全感。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,也注定她一人,极度敏感的性格吧。 还有她所经历的童年以及长大后爱而不得造成了她悲剧人生的开始。 父亲的家境还算是富裕的,在生活上也还算可以,但是可惜的是, 她的父亲在1966年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。 而她则是介于母亲的身份,并没有分到一星棒点的家产。 所以母亲就带着翁美玲离开了,然而翁美玲的人生也开始发生了变化。 之后母亲也是遇到了廖锦棠,还接受了她的结婚,1972年,还跟廖锦棠移居到了英国。 但是翁美玲却因为移民的手续问题被迫停留在了香港,在自己的舅舅家生活了两年。 虽说她的舅舅对她很是照顾,但依旧让她感觉不到安全。 毕竟是寄人篱下,这也让翁美玲变得很乖巧懂事。 两年后翁美玲跟舅舅移居到了英国,但是她很难融入家庭就环室跟舅舅住。 翁美玲在英国生活了八年,其中就有七年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。 02. 翁美玲在大学毕业后,准备继续深造,可万万没想到。 她却因为收到了香港的一封信而离开了英国,回到了香港。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她失恋了。 她是在读书期间交了一个英国男朋友,由于一种种原因就废手了。 之后她也因为朋友的信给了她勇气,于是她就回到了香港。 但是她却不曾想,这一次她不是离开了伤心之地,而是踏上了死亡之路。 在她回到香港后,在1982年参加了香港小姐的比赛,虽说没有得到冠军,但是也获得了第八名。 之后跟《无限台》签了约,在这期间出演了几部电影作品之后,就又签了五年的合约。 但是这五年的期限还没有到,她就在1985年自杀身亡了。 5月18日,温美玲的葬礼是在香港举行的,而且当时还有很多比较知名的人士都出席了,包括 刘德华、刘嘉玲、梁朝伟、张曼宇,等。 在葬礼的现场更是一片寂静,直到忽然有人喊打死她。 只看到有一个男人手捧着玫瑰花在葬礼现场,这个人就是汤震叶。 但是这是为什么呢? 温美玲的死跟她有什么关系吗? 他们为何这么痛恨汤震叶? 03 1982年温美玲在签约后,就被邀请出演影诗剧,而汤震叶刚好是剧中的男主。 由于他们两个都是从同一个议员训练班出来的,再加上他们朝夕相处,日久生行。 而且他们两个也都相互吸引了对方,所以很快就坠入了爱河。 他们还高调地承认了恋情,而且在每个场合也都是形影不离。 由于翁美玲在香港并没有亲人,而她把汤震叶则是当亲人一样。 不管有什么都是会告诉她,两个人的感情也是很甜蜜的。 04 之后翁美玲就是出演了《射雕英雄传》里的《黄蓉》。 由于自己是新人,所以她的演技也是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。 不过还好汤震叶一直陪在她的身边鼓励她,支持她。 不过幸运的是, 翁美玲用自己精湛的演技得到了观众们的认可, 并凭借着黄蓉一脚迅速在演艺界走红。 由于翁美玲事业的逐步上升,汤震叶的事业却陷入了低谷。 介于外界的压力,她也开始慢慢疏远了翁美玲。 不过之后, 也许是翁美玲的持心打动了汤震叶, 她又开始在翁美玲家中输入了。 05 不久之后, 她们两个本以为可以好好地在一起。 可是汤震叶没有了以往的热情还跟其他女艺人交往过密。 这让翁美玲受到了很大的打击, 为了排忧就经常会去夜店。 而汤震叶生气, 则是因为追求她的人太多, 所以才生气。 而翁美玲则是一根筋, 之后, 还为了汤震叶两次自杀未果。